老花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板的眼花问题 第一个臭板的时候你看完这柠檬树 其实你的柠檬树该修剪了 有两种方案 我用线给你画一下 我先用红色的给你画 我画的红色是一种修剪方法 就是把这个圈里边 跟这个上边的清理干净 这是第一种方法 就是这个圈里边 这几个叶子跟枝条给它剪掉 把上面给它剪软 第二种方法 我用一个黑色的给你画 就是直接从这个红色的圈圈这里剪掉 就这么两种剪法 你看着你喜欢哪一种 就该给它修剪修剪了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啊臭板 多给一些光照 下个臭板 老花一你好 这个是有病了吗 怎么样维护啊 这个是有病了 不过你养的还可以啊 它上面只不过有点发黄了 变成木字画的那种感觉了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养法 水别太高了就行 能够让它最后生那么一丢丢水的时候 再加水是更好 适当的来一丢丢的肥料 这个的话可以用叶朗五号 下个臭板 勤也容啊 要怎么救啊 这个就是太暴晒了 有话软 这个怎么这个也不怕晒 不怕晒是人家南方 人家很润 明白了吗 你这个太干燥 就容易晒伤 你可以把下面的叶子给它撸掉 我给你画一画 红圈以内的叶子 可以全部给它撸掉 好吧 它这就是晒伤的 然后呢 用一点点的杀菌药 再用一点点的肥料 就会好很多 适当的折扬是更好 下个臭板 这种情况还有救吗 这种情况没有救了 跟我大臭子一样 无药可救 嘎了 你可以多挂点小灯笼 当个假花一样去养 好吧 具体的嘎音 就是因为水大 敲光通风畅 这个是喜羊的 有点闷根那种感觉 下个臭板 龙油煤高压的生根了 很黄 拍个照片来 可以往高压包里面放点生根液 老花一的后边生根液 推荐的那款很不错 是可以去用 下个臭板说 我有一个玉树 养了快40年了 是玉树 喊胭子长 有人可能喊胭子长 推荐一下土根肥 养的挺好 别折腾它了 肥料也用一丢丢就行 千万别多 越是这种几十年的花 那个叫什么来着 叫习不改长 如若改长 就是不病则亡 明白吗 就是还是维持原来的 慢慢的稍微加一丢丢的小肥料 就OK了 别的没有什么 你要想换大盆的话 就尽可能保持一个排水透气 你可以 你要找老花药的话 你拍多少土也可以 好吧 拍多少土也可以 用老花药的土呢 你得注意花盆 就是一定要排水透气 别的没啥 养的挺好 不建议下折腾 别的没啥 觉得不错 就点赞 千万点的十面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掰了错过